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感谢大家关注阿帕奇抗Area2022的大会 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在线上相聚 聊聊阿帕奇在中国的成功故事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姜波 来自Sagamford Sifo开发者社区 同时也是ALC北京的member 阿帕奇抗Area2021和2022两年大会的组织者 那我们都知道阿帕奇软件基金会 是一个成立于1999年的非盈利性慈善组织 它的使命是为公众利益提供软件 那经过20多年的发展呢 阿帕奇软件基金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开源基金会 负责监管350多个免费的企业级项目和1.9亿多行的代码 这些项目和代码成为了支撑着全球广泛使用的应用程序的基石 那么阿帕奇软件基金会与中国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渊源 在它成立的20多年期间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 阿帕奇软件基金会在中国成功的故事 对于中国的开源事业有什么样的启迪和帮助 那么这次圆桌呢 我们请到了阿帕奇软件基金会的资深成员 江宁老师 吴胜老师 谭忠义老师 还有在线上和我们连线的 TID刘天栋老师 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ASF在中国发展的故事 那么首先我们就有请四位老师来跟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那就从离我最近的江宁老师开始 大家好 我叫江宁 我是阿帕奇软件基金会的会员 也是LLC北京的发起人 然后的话呢 我跟阿帕奇这个渊源时间有点长 大概是06年的时候 就是我参加了公司 那个就是说叫海纳软件亚太研发中心 听到TIDAL很大 实际上就是12个工程师 然后再加几个销售 其实人不多 但是我们有一半的人 就是参加了一个项目叫CXF 然后就因为这个项目进入到阿帕奇 我们作为Nitial Commuter 然后就成为阿帕奇本基金会的一员 然后后面就是Iona 还有并购了一个做开源的一个公司 然后就是有越来越多的项目 像ServiceMix 就是跟那个阿帕奇中间链相关的这些项目就进来 所以我们就后面就是就参加到这些项目里面了 我大概是2011年的时候被选成是阿帕奇Member 然后的话就是当时其实有很多故事 我们后面可以慢慢讲 当时其实国内的做阿帕奇项目开源的人其实并不多 就是很难我们就是参加阿帕奇会的时候 大会的时候 其实是很难有赠到中国人的这个生意 然后后面的话大概是在15年的时候 然后就是帮助这个RocketMQ去孵化 这样我就进入到阿帕奇的孵化器 然后当导师 然后接着就是越来越多的来自于中国的项目开始兴起 然后就是我们大概是在2020年的时候成立了这个阿帕奇Local Community 就是北京然后就聚集了很多很多的就是来自于在北京地域的很多的阿帕奇的committer 就是项目的一些founders 就是能有更多人参与进来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更多了 这个今年这个阿帕奇Local Asia 2022是我们第二次举办的这个会议 就很高兴能就是跟大家见面 然后我们一同去回顾回顾我们之前就走过的一些路 我先讲到这儿 对 先讲到这儿留给这个在接下来的一个嘉宾再来接着分享 好 吴胜老师 大家好 我叫吴胜 我来自于阿帕奇的skywalking项目 然后大概在17年的时候因为这个项目的原因 我把这个项目作为个人项目捐给了阿帕奇软离基金会 也是中国可能最开始大家开始以个人或者相对于来说非公司背景的项目开始进入 阿帕奇软离基金会 其实这几年应该也陆陆续续还有几个项目也是以个人或者一些小型化的社区的这种志愿者的角度去加入到基金会里面 那么我可能一直以来做的项目的这个背景是从个人然后到甚至到现在比较热的从开源为背景的创业公司 那么可能我是最近五六年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 所以我一直可能不太会从大公司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开源的一些策略 但是我更可能说更熟悉一些大家从草根从兴趣爱好开始做开源的人 然后相当于从另外一个视角吧 给大家提供中国参与阿帕奇软离基金会的项目 或者参加阿帕奇软离基金会的这种不同的一些个人的想法 好的 中益老师 大家好 我是谭中益 然后也是阿帕奇基金会的会员 然后我现在是阿帕奇BRPC项目的PPSM的leader 跟阿帕奇基金会的结缘 我觉得是从2015年开始 TED还有江林组织了一系列关于阿帕奇在中国的一些活动 我参加进去之后发觉这是片广阔的天地 然后就回去就推动了百度很多项目进入的开发 进入的阿帕奇基金会里面来 然后亲自参与 现在我目前还在负责BRPC项目的孵化过程 后来也参与了江林组织的ARC北京 然后也一起参与组织Apache Count Asia 今年已经是第二年 我们希望我们能办多少年 20年是吧 坚持坚持 好的 泰德老师 大家好 大家下午好 然后我是刘天栋 大家叫我TED就可以 我是开源社的联合创始人 现在是Apache元件基金会的成员 也是富华器天目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导师 同时也是Apache社区发展委员会的成员 还有抽办委员会成员 另外也是赞助伙伴大使 叫做负责中国区对 我跟Apache软件基金会结缘 事实上是在2013年14年的时候 那时候呢 微软也开始要推动开源 成立一个子公司 叫做微软开放技术公司 当时的我们总裁呢 还有很多同事 有一位叫做Ross Goddard 当时其实是Apache元件基金会的执行总裁 叫Ross Goddard 然后呢 很多同事也都在Apache元件基金会里面 当时我在跟他们开会的时候 听到了 介绍了很多Apache元件基金会的 这个美好的地方 我就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没有像Apache元件基金会 这样好的开源的组织跟社区呢 那然后呢 在2015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心了 就是组织了Apache中国录研 在2015年 当时也Apache的这个董事会主席啊 他的总裁啊 很多高级官员都来到中国 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也结识了很多Apache在中国的 很多好手跟这个大神 然后呢 因为我个人呢 其实接触 这个编程已经 有一段时间 很多年没接触 没有去做编程工作 那一般都是在做技术部导工作 但是呢 这一些都是以社区 发展治理 还有运营为主 到2018年呢 被当时Apache的一位 这个政治成员 Nikolas Hedman 正式提名为成员 从2018年到现在 那我想对Apache 在中国的一路走来呢 也是非常的 这个是闭路蓝绿吧 那能够走到今天的局面 我也想 是非常令人振奋的 那待会儿就有更多的介绍 谢谢 好的 欢迎几位老师 做客我们今天的圆桌论坛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Apache软件基金会 创始于1999年 到今年已经是第23年了 那么回顾过去的23年 ASF与中国又有哪些渊源和故事 中国的开源项目和开发者 又是从何时加入 Apache软件基金会的 请嘉宁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时间是比较长 就是从 我可能回 光回到代的话 也就是到了06年那个阶段 就是我那时候我真的接触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在海南亚太软件研发中心 其实是一个外企 当时的话 就是能听到的国内的参与到Apache 项目的公司其实很少 就基本上就是英特尔 IBM 基本上就是外企 那国内的企业可能 离这个Apache软件基金会 还有一段距离 但当时的话 就是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中国人 其实是作为这个computer 慢慢的已经参与进来 只不过大家会 可能离的会比较远一些 就是可能还没有形成一些组织 我记得我07年的时候 去亚特兰塔开会的时候 其实比较孤独 就在那边基本上都老外 只是有一个台湾家 跟我打了一个招呼 就是可以想象 觉得那时候其实相对来说 会比较少一些 其实真正爆发的时候 是刚才说的是在15年之后 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些项目 已经开始进入到阿拉奇 其实在15年之前 其实是那个麒麟是Ebay 在中国研发中心开始有项目进来 因为以前的那些项目发起的话 可能都是老外在发起 然后我们是作为工程师 然后参与其中 那15年的时候比较有意思是 那个阿里那边 然后RockyMQ想着开源 然后就是想进入到这个基金会 当时其实我是作为member的话 是可以来孵化这些项目 但之前真的是因为没有 没有什么国内的项目 然后我们也很难跟大家 就是建立起这种连接 所以后面的话 就是这项目慢慢慢慢的进来 然后一路的就包括华为那边也有一些项目 然后就是百度这边的项目 然后就是Skywalking和Shottingsphere 一路一路 我们其实这样算起来 大概有19个 差不多有19个项目 19个项目的话 就是其实我们慢慢的 这个话语权也就越来越多了 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这个member 其实现在算起来我们的member 大概也有三十四十的这个样子了 就是可以看到就随着项目越来越多 我们其实参与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包括我们后面去办这个LC北京 然后我们办APPACo 都是因为有这样的群众基础 然后逐步大家开始成长起来了 然后这个APPACo软金会 刚刚吴先生也说了 是比较草根的这个组织 然后也有很多就是不是那个 就是个人偏个人的这种项目 其实大家进入APPACo的时候 其实也只要你能找到 你导师去帮助的话 帮助来孵化的话 其实很快能够也能加入到基金会来 然后相对来说 借助于基金会提供的这种APPACo 为了这种辅导 然后逐步的大家也开始来认同这种开源的文化 然后去逐步逐步去提升自己对项目的这种治理的这种认知 然后更多的去拥抱APPACo位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综艺这边其实推动百度的很多项目进来 可能背后也有一些粗壮 就是你也可以分享分享 我来补充一下 APPACo刚才江宁说到2006年对吧 可以再往前早一点点 理解的历史 其实APPACo的项目 尤其是HTUD项目 1999年出来之后 在国内就非常受popular 很多很多人能用 我印象中1999年我就开始在用了 当时APPACo版本是1.3 然后国内很多互联网公司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创业人大量的使用这种开源的软件 因为当时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词 叫LAMP LAMP 那个A就是HTUD server LAMP的架构是整整的影响 web1.0的一代人 就是从那个年代过的人 大家都会对Linux 对开源的系统非常非常熟悉 就大家从那开始 就大量使用APPACo基金会的软件 说一下APPACo基金会的人 来北京的第一次 大概能追溯到2006年 就是中国开源推进联盟 办的开源世界 开源世界峰会 今年是第17年的 在2006年办的是第一年 第一年的时候是 APPACo基金会的董事 Bron来北京 然后来介绍APPACo基金会的构置 当时我记得是 陆老爷子的秘书 宋可维亲自去机场接着他 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Bron来了北京之后 然后就首先参加峰会 做了APPACo基金会的一些陈述 但是很遗憾 大家只对他项目感兴趣 但并没有想过 采用APPACo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 更没想过去把项目捐献进去 都是想你一点好项目 我拿来的用就好了 但是陆老爷子也把Bron的邀请 作为开源推进联盟的智商团之一 所以说那时候的关系就从那时候开始建立起来 一直到现在 今年第十七届 看元世界峰会上 然后APPACo基金会的Bron 这次他应该是代表OpenSSF了 然后当然会做Keynote 这个是说于官方的一点点的焦点 对 但是说老实话 真的是06年之后再就没有什么消息 一直到195年 对 国内慢慢才兴起 这个也要靠Ped和江宁 对吧 所以其实大家是先使用APPACo的这些项目的一些技术 然后再慢慢开始贡献 然后再到开始有一些项目 陆续的捐赠到APPACo基金会 对 我觉得APPACo的口碑 其实都是靠这些项目慢慢的积累起来 因为很多 我们以前办展会的时候就遇到 这个东西我们用过 那个东西我们用过 很多都上学的时候 大家直接下下来 那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统计 就APPACo在中国的下载量其实是最高的 当时我们成立LSS北京的时候 其实就有这么一个数据统计 就是我们下载量虽然很高 但是我们的项目其实很少 然后我们的对应的commit 这个member 就是我这个声音其实都相对来说会比较少 相对来就是经过了这些年的发展 我们这个声量慢慢提升了 就是我们从增长来看的话 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出了一个小统计 就是去年捐赠给阿拉奇的这些项目的 这些项目基本上都是来注意中国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慢慢的在成长 好的我们刚刚回顾了这个过去23年的这个发展啊 那有没有什么这个值得特别注意的里程碑时刻 刚才说的那个2015年算是一个里程碑 就是在之前的话呢 其实刚刚那个综艺那边姐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跟大家是第一次交出 接触是2006年 但是后面的话我觉得一个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 2008年的时候就是英特尔那边 就首先在英特尔那边是办了一个录业 其实那时候我才有真正的组织的感觉 以前都觉得我们在国内的话 可能就是我办公室的那些人 他们都在玩阿拉奇 但其他人真的不知道 然后2008年的时候在英特尔那边 举办了这个阿拉奇的录业 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 这也可以上去网上也可以收一收 然后那时候就是办了大概有两天的会 然后在那上面我听到了哈渡 我听到了开源的投资 我听到了什么是天使 天使论就是其实开源的很多东西 和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多东西 就那时候的开源 和我们现在遇到的开源 其实是很类似的 只不过玩家还是就偏外企的那边 就是还是可能有从外面传过来 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我作为当时的小B2 这个感觉是说我能有一些人 能够talk了 我发现我们有能找到一些组织了 然后这样就是2009年的时候 在上海 IBM的那帮人就是他们 他们就是办了一个 接着办了一个阿拉奇的录业 那时候我就是我和我另外一个同事 Freyman一起去上海 然后我们就是去那参加参加那个会议 还觉得挺好玩的 因为那时候顺道还可以去上海去看一下世博 但上海的天真的很热 差不多是这个时候 然后的话就是就是2015年 这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开源社 就是做的这个阿拉奇录业 那时候其实场子还是挺大的 那时候我也碰到韩清 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感叹 然后这个好像我们这个阿拉奇的声音 是越来越大了 然后因为当时他他在做这个麒麟的这个孵化的时候 其实也相对来说比较痛苦 其实他要找都要飞到国外去找那些导师 然后去跟他们去交流 那会觉得我们离阿拉奇比较远 但在后面那个班主演的时候 我觉得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项目 有很多很多就跟开源相关的这些人 还包括很多阿拉奇的官员 以前我可能都没怎么见过 现在现在终于终于见到了 然后而且在那时候还剥了一个种子 就是那时候就是Frank 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Keynote里面 就是赵森宇 他那时候是作为志愿者 然后在我们在原作里面去一起来就是交流 就是当时我不认识他 是后面后面就是他自己在朋友圈里面去发这个 发这个帖子的时候发出发现 我就在旁边 我没想到买了这么一个种子 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我们回顾这个故事的话 就展开来看的话还是很有意思 就我们冥冥之中在某一个点可能就交会了 那其实也是就是在15年就办了之后 那个会之后 我记得那个泰德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 就当时想想拉中国的这个部落 这个一会儿泰德也可以说一说 反正我当时就感觉就是我们 我们其实都想都想去推阿拉奇 然后可能因为机缘巧合或者什么的 就是还没有聚集足够的力量 只不过是再接着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项目进来之后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人越来越多了 包括skywalking这样慢慢的起来之后 我们可以证明一条路 就是在中国在做中国的这个程序员 可以一起来把这个开源把它做得很好 而且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外的贡献者 一起来去来去来做 就是我们其实跟海外的程序员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可能只是说大家观念的一个不一样 那不管你是来自于这个公司的 就是推动的这个开源 还是以个人为兴趣爱好来推动的开源 实际上我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出路 然后通过就是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发现我们其实是可以互相帮助的 而且是可以互相成长的 然后的话可能就是2020年到2022年的话 我觉得进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爆发期 就是因为开源也越来越火了 然后融资可能也也来了 然后项目想进阿帕奇的这种 这种就想进阿帕奇的项目也就越来越多了 就导致于进入一个爆发期 就不断有人来找我们就浮华浮华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去选择了 我们可能要要提高一点门槛 不是说你随便想进来就可能就能进来了 结果我们可能要更考察的是你一个长远的一个发展 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可能进入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处的一个时期 而包括我们现在就是还能办第二届的这个阿帕奇的项目 也说明就是我们这个开源这个氛围还是建立起来 好的好的 那我们再聊一下这个回望过去这个阿帕奇的项目 可以说是这个过程虽然比较漫长 但是其实大家有共同信仰有共识的人还是终究会相遇的 那么在过去这些年都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其实前面也差不多稍微提了一下 但我这边可以share一些数据给大家 就是从commit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些统计 就是我们现在在阿帕奇这边就是注册了 这个就是有commit的权限的人大概有8000多人 然后然后中国实际上怎么判断他是中国人呢 我们是通过名字看是不是汉语拼 如果他去选一个选一个老外的名字 我们可能就分别出来了 但是看他的那个就是名字是不是汉语拼的 这个能分析出来大概是有1000 其实其实这个看到这个数据 我还是挺激动的 其实我们并不并不差 就是比例很大 而且还是具不完全统计的 对对对 应该统计加80区的 10区的话这个比较比较难整 我拿的是那个名单 但是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分布曲线的 就是我们后面能看到就是上升比较快的 还是我们15年之后就是越来越多的项目进来之后 实际上带动起来的这些commit的 我觉得就是阿拉奇的影响力 或者是中国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 其实是要靠项目来去 就是大家在具体在做项目的过程中 然后就逐步逐步参与进来 就是能感觉到后面的话 就是随着我们这个进入阿拉奇项目的增多 我们的commit的这个数目也就越来越多 现在看如果看增长的话 我们基本上是能够一半一半的那种增长 所以我对未来还是 一半是中国一半是 others 是吧 新增的这个commit 但这个commit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关系 就是如果大家就是看阿拉奇的项目 就是如果你进入项目 你要成为这个项目的commit 其实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然后一个项目 它在一年之内增加这个commit 跟它自己的那个发展有一定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正好是属于高速增长期 这块的话就因为大家都要签那个CLA 反正你最近你却看有点那表 那基本上都是中国人的名字 就相对来说我们增长的速度还是还是挺喜人的 然后孵化的这个项目大概刚刚其实也大概算了算 我们有20已经孵化了差不多有28个就是算下来了 然后我们这个成为这个top level的这个project的话大概有19个 19个左右 然后就是这个比例的话呢 和那个300多个比例比的话呢 相对来说还有段距离 但是我们这个成长速度还是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就是这么来看 这么看上去的话呢就是我们未来就是再过5年 可能这个数字能能能更好看一些 你可以你可以把它2015年之后来算 2015年做做一个比较是吧 可能比例就很大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2015年的这个曲线可能就会比较高了 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商业化的这种 或者这么来说就是阿巴基的这个项目的话 背后可能大部分都是有商业公司的 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商业公司 其实是属于这种创新型的这种企业 其实都是风头这边有有投资 就是可以看到就借助于开源 大家是在把这部分的这个金 就是依托于这块做了很多很多的这种 商业化的尝试 国内现在就是这个开源背后的这个商业公司 就从我们今年阿巴基康的这个 占助的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至少5个手指头是能够数得出的 但这个是在我前面讲的这个在2008年 或者是2015年之前其实是想都不敢想的 因为总是觉得当时做开源可能是大厂的一些事情 那现在能感觉出来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有志向的这个程序员的话 如果你正好赶上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赛道 或者是一个信心成长的领域的话 你其实是可以通过开源来去做这方面的这个事情 那那从这些层面上面 还有就我们的那个开源大会 刚刚讲的那个路演这算是一部分 然后就是我们的meetup 我们的这个开源大会 其实之前看上去我们每年其实都会有这样的这种会议来做 然后就是给了大家很多很多成长的机会 然后值得一提的话 就除了2020年就是LC北京的成立 其实我们2021年的时候实际上在深圳这边 其实也成立了这个LC就是Upti Local Committee的这个组织 然后把大家其实是团结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是不管是抱团取暖 还是相互的相互的相互支撑 还是那个活动的这种推广 其实是可以看到是一片欣欣向荣的这个景色 这样看上去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不是一个孤单的一个 就相比我们10年前的话 就不是一个孤单的一个作战 而是更多的人其实是在一起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开源的事业 更好的往前推进 对 其实我们去年大会的主题也是在讲嘛 Together Build a community together 对对对 是的 好的 泰勒老师有没有什么补充 我想在嘉宁这已经讲得很清晰了 那我从一个大的层面来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层面 就是四个层面 文化层面 精英治理的这个层面 还有社区建设层面 项目层面 那我想阿帕奇在中国呢 这四方面都取得非常重大的发展 那我先从文化层面来讲 就是阿帕奇之道 阿帕奇味 那我觉得呢 这个是它是一个草根文化 由下至上的文化 那完全是由个人贡献者组织的 这样组成一个非盈利的公益的社区 公益的基金会 那这样的一个文化呢 透过阿帕奇之道 不断地在国内来散播 那像刚刚波波所说的 有趣灵魂中将相聚 那这些草根的希望能够对 这个国家对社会对人类呢 有贡献的 这批贡献者呢 这个程序员们 在这个草根精神 阿帕奇味 或者是说所谓的社区众余代码 这样的文化的分子 搭聚集在一起 然后在这文化区 搭聚集在一起之后呢 就会有一些精英 就是阿帕奇所说的 认人为贤 或者是精英治理 meritocracy 这批人出来 那当然今天在座的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其中有一位那个外星人 他是那个三体人来的 他这个一天呢 可以觉得这个72小时 别人都24小时 对吧 那我不透露他的身份是谁 他可以要在公司担任 非常重要的工作 然后呢 在这个家 还要照顾家庭 然后还在基金会里面 全球顶级的最大基金会里面 担任董事 三份工作 三份这个 绝对是外星人 或者穿越的三体人 但是 但是限于那个基金 我就不说是谁 大家就知道 那我们有像 这样的精英 然后像这个吴胜 也在不断地 就孵化 带领这个 国内的 这些 这个作为导师 来带领国内的项目 不断往前推进 也有像谭忠义 这样的好手 不断地在做 这个社区的步骤 来这个 追踪这个阿帕奇文化 当然 更不要讲 精英主持人 那个江波 伯伯 虽然不是技术人 但是呢 跟师父 这个小伙伴一起呢 对 推动阿帕奇 在中国的成长 非常地 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 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精英 这样的一个 不认为 现在让 一批的精英 带领的更多的 这个小伙伴们 贡献小伙伴们 一批的往前冲 第三个就是社区 这批精英 凝聚了 更多的人 逐渐地形成了社区 像我们刚刚 江英所提到 LC北京 LC深圳 不断把中国的 这些社区里面的 希望贡献 希望造成改变的 这些好手们 聚集在一起 最后呢 当然就是项目 刚刚也说到 项目是一个社区的 根基 所以我想 从这个方方面面可以看到 刚刚提到的项目 就快速的成长 那从文化 带领的这些 做到这些精英 精英的 来这个 推动社区的建设 然后社区呢 这个 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来推动更多的项目的发展 我们看到的 阿帕奇在中国呢 的成就 都是大家 携手 努力 来一起打造的 谢谢 其实无论是看这个客观的数据 还是我们自己在中国社区里面 一些主观的感受 都是能够感受到这个 阿帕奇在中国的这个气氛 越来越浓厚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哪些挑战 吴胜老师给我们讲讲 我觉得可以看之前吧 我们先看就是从 刚刚从15年到 到现在这段时间 其实我相信绝大部分 这个十多个孵化的项目 应该日子都不太好过 其实在孵化期 大家其实都挺困难的 我觉得文化的差异 包括做开源的这种模式 或者说大家去合作的这种模式 异步也好 多时区也好 全球也好 其实给大家提出的这种挑战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也还没有完全被削品掉 绝大部分人 其实我们经常时不时 在线下活动里面 其实看到人最多的是 会说follow这些阿帕奇的这些 我们不能说是规则吧 也许是一些指导的方法 多数人的反馈还是很痛苦 只是说在痛苦中 去坚持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我们后面是会说 把它变成我们的一个优势 不是一个痛苦吧 我觉得这过程中间有几件事情 可能是我们之后需要去做的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项目了 不像以前是孤军奋战了 但是我们现在的项目 相对来说比较孤立 就项目与项目之间比较孤立 我觉得最近一两年 其实中国项目在内部的跨项目合作 还是有不少的进步 但是和全球其他项目的合作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 就有一点像我们自己 还是有一个默认的小群体 在里面在工作 我觉得这个可能 我们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之内 可能不光是LC 也不光是我们在阿发奇里面的这些人 可能所有参加开源的人 都有我们真正把项目带出去的过程 因为Skywalking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状态 那是因为项目成了北美公司的 这样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过程 但绝大部分的项目 其实不会有这个过程 所以他们在出去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物理的难度 再加上这几年疫情 然后其实这个难度 可能需要我们随着时间 随着疫情好转 我们去这样这个方面去做的更多 不光是我们国内的人 很多人去用我们捐赠给阿发奇金会的项目 让亚洲 让全球更多的人 喜欢我们创造的这些项目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我觉得在这个挑战 和以后我们想做的这个事情里面 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的一个事情 然后第二个呢 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和阿发奇有关系 有一部分不一定 就是我们对于开源的认识 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分享里面 其实强调了community over code 但是同时我们并没有强调另外一件事情 其实community over code 只是阿发奇对开源的一些想法 或一些倾向性 但实际上我们如果去看所有的开源 其实有好多基金会 有好多开源的模式 有好多开源的license 有好多开源社区的组织模式 有些可能非常商业化 有些可能非常的用爱发电 对吧 这个 这个 对对对 我们可能更多的 我觉得随着大家熟悉 阿发奇软件进行会 熟悉我们的项目之后 我们可能更多的希望带给大家的是一个更多元的开源文化 成功都不止一条 对不一定 阿发奇顶级项目才叫做成功 或者加入了阿发奇进行会 就是加入了 CNCF Ninx Foundation 这才叫做是open source的成功 或者一定要做到非常全球化才是open source的一个成功 本身对开源的多元化 我觉得也是我们可以在开源上做的更多或者更好的一些的事情 虽然我们所有在座人都有非常深的阿发奇的这种标签在自己身上 但是可能我们当我们去这样去说的时候 可能会他们会更容易接受说除了阿发奇 还有其他的模式可以去做 就不一定非得要就是完全去follow阿发奇未 阿发奇未只是说告诉了你 项目可能要长期发展 然后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我们其实也经常会听到那种善意的独裁者 这种模式 其实他可能决策效率会更高一些 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可能公司主导的一些项目 他可能商业化成功的会更高一点 就是你要结合到自己的需要去来去做一件事情 然后另外我觉得那个挑战 我们可能之前其实最明显的挑战是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刚刚地域的这种差别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还有一个语言 语言 就是这个事情 英语不好 我们在这群里面 或者在那个 其实吴胜也发过很多这种感慨 可能英语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英语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被 如果大家想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可能是比较容易 对 就是至少你达到一个大家互相之间能听懂 然后大家不会对你的语言有歧义 我觉得至少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并不是特别的困难 如果你真的打心底里面想说我要做全球化的话 应该并不困难 对 但是确实是很多人要迈过的一个坎儿 因为特别很多工程师估计做了好多年工程师已经把英语忘的差不多了 然后现在再往回减 这可能确实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对 好在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服务啊软件啊来去帮忙 然后这个有这些工具的话相对来说我们门槛没有那么高 泰尔老师有没有什么补充 有 刚刚已经提到那个语言跟这些相关的挑战 那我想这几年我比较印象 感受深刻就是在 还是在语言跟沟通工具上面的挑战 另外一个是文化挑战 我都花一点时间稍微讲一讲 那语言在2018年中国开元年会在深圳举办的时候 当时阿帕奇软件基金会两位到了 一个是Dave Fisher 大家很清楚都是服务化企业到了 Craig Russell 他也是担任过阿帕奇基金会董事 董事长的 董事会主席的 那么当时他们就提到就是说 他们共同观察就是 很多中国项目呢 进入了阿帕奇原类基金会 通话境之后 语言还有沟通工具就是要大挑战 第一个语言呢 可能他就持不达意 那第二个呢 就是沟通工具呢 阿帕奇是以邮件列表 来作为一个公开透明的 这个必须要有的一个沟通的这个地方 那如果没有在邮件列表上 讨论过发生过事情 就从来没发生过 那恰巧在中国的很多 这个开发小伙伴呢 可能就是 大家自己抱团啊 可能在QR 用微信啊 在那边私下讨论 达成了一个决议之后 并没有在 阿帕奇原类基金会的 社区的邮件内边来做沟通 所以这两件事情呢 就是在语言跟沟通工具上 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那前两天呢 那个 Linus Tobey 他在OpenCloud OS 这个社区开放日 他也说了 他也提出同样的问题 就是一个语言跟沟通的方式 他会 他给中国的这个开发者 一个建议就是说 最好是在 程序员 这个之上呢 公司能够 再有一个 理解开源的 这个基金会 或开源 这个社区运营的 这样一个忠诚的人 来承上 旗下 然后把 这个 协助这些 程序开发员呢 他能够更好的 来克服语言 和沟通工具的 这些挑战 那这个是我想 这个是一次 会是长期 持续下去的挑战 不管在语言 和沟通工具上面 另外一个呢 我要讲的就是 其实 方方面挑战 我觉得文化挑战 还是最 最大的一个挑战 那我最近呢 翻译一篇 那个阿华吉 这个 董事会里面 连任两届的 协人否改 这个女士 他在2019年 做了一篇 硕士论文 他讲的 就讲的就是 开源的价值 关于文化的传递 那么他这篇 论文是在探索 阿华吉文化 在中国发起的 还有非中国发起的 项目中 起到什么作用 或者怎么样传递 阿华吉的文化 那里面呢 我讲结论就好 结论就是说 这个 他结论就是 他经过 这个12个项目的对比 其中有四个 是原始中国的项目 那这个12个项目 是对比 发觉呢 中国的项目 还秉持中国的文化 特别适合于 融入到 阿华吉的 这样一个社区 中文代码的 这样的文化里面 所以对刚才 说到说 为什么 这两年是在 这个景分 爆发起的 这么多中国项目 能够在 阿华吉的 这个软件基金 或者铭鱼得水呢 中国文化 跟阿华吉文化 有很多 很适配的地方 但是呢 对有挑战就是 中国文化里面 也很尊重权威 就是说 所以呢 就 大家会尊重 更 那些精英啊 或是这些 大咖大神的 话语权 然后自己呢 就 不会想要说 我有一天 我也要变成这样子 所以它在 在这个 国际的 基金会组织里面 它影响 也就是相对低一点 第二个呢 也是中国文化的 这个特征 就是 它比较少表达 在团队里面 比较重视团队 它比较 不会有 个人主义的表现 所以它也会 比较 少表达 那这样子呢 可能在 这个 社区里面 讨论里面 它会 变成一个 缺乏 一个共识 表现上 你不发言 或者说 甚至是 违背自己 意思去 去支持的 但是实际上 它可能是 跟你自己 原来意思是 不一样 所以呢 在社区 凝聚共识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 社区的 这些决策 事实上是 缺乏一个 真正的共识的 那第三点呢 就是讲到说 就是像中国的 富华项目之间 目前还在 学习吧 那 中国文化 有个特性呢 它就是说 它会是比较灵活 比较 有变通的 但是呢 有很多时候呢 如果没有去深刻了解 这个 一个基金会里面 或者一个社区里面 它的运作规则 跟章程的话 那有时候会 太过 灵活变通的话 那会造成 一个文化的根基 是不处实的 那这样子 会造成 这个项目的 不可持续 所以 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 简单就是在语言 是一个 高通工具上面 是一个挑战 另外 我觉得更大的挑战 这个是持续的挑战 就是在文化上面 挑战 我非常地特别提 好的 好的 我们刚刚 那个回顾了过去 然后我们也来聊一聊 阿帕奇 在中国这两年的发展 其实我们刚刚 已经提到过 很多次 这个一些数据 就比如说 这个在2021年的时候 阿帕奇软件基金会 迎来了第一位 来自中国的董事 就是吴胜老师 然后在今年的话 这个江振老师 又接棒 成为了2022年度的董事 那么我们也看到 越来越多 来自中国的开源项目 进入到阿帕奇孵化器 然后并且毕业 成为了这个顶级项目 也有非常多来自 这个中国的开源开发者 被提名 当选了ASF的member 可以说这两年 这个China 与阿帕奇软件基金会的连结 就越发的紧密了 那么我们先这个采访一下 这个第一位 这个来自中国的 这个阿帕奇董事 吴胜老师 能不能带我们 一起来了解一下 近两年间的 阿帕奇 success in China 其实这个题目 我觉得 看起来还挺熟悉的 我记得好像 2020年的时候 并是被阿帕奇邀请去 做阿帕奇康的Keynote 是一个远程 因为当时已经有疫情 然后当时其实分享的是 很多阿帕奇的项目 以及NLC 以及我们这几个人 或者是一群人 在阿帕奇在中国 组织的各种各样的 线上的线下的活动 以及参加各种会议 对阿帕奇文化的一个宣传 我觉得最好的几点 可能第一个就是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挑战 其实反过来 就是我们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阿帕奇的形式的模式 以及Community Overcode 然后以及Diversity 这些概念开始慢慢的 被大家知道 并且明白它后面 为什么要去推崇这些东西 以及整个阿帕奇对于人 对于开发者本身的一个关注 我觉得这个Success 可能因为刚才已经提到了 非常非常多的数据 我觉得就不要再去重复它了吧 因为其实数据是一个 就像其实有一些说的 就是任何数据都是可以被刻意的 对各种方向 对对对 以及加上各种定义 这个数据一定会很好看的 但是我觉得至少所有来参加 今天的阿帕奇康的这个观众也好 和这几天会做的讲师了也好 我们会发现 我们有更多的人来申请 做阿帕奇康的分享 然后应该一共有200多个主题的分享 250多个申请 对对非常恐怖的一个数据 对一个线上的活动来说 这个已经非常非常的困难了 然后有这么多的项目 刚才也提到 有几十个项目来参加 那么最后其实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 最大的成功就是我们的这些 commitner 这些member 那么这些人他在里面之后 也许他以后 因为其实所有的commitner也好 member也好 也许他今天在阿帕奇工作 也许几年之后或者几天之后 因为别的事情 他也可能会离开 他也可能回来 也可能不回来 但是只要他还在技术领域 只要他还在做open source 那么对中国以后的open source的发展 哪怕是简简单单的 从多元化的角度 从我们去学习阿帕奇的这个成功的经验的角度 他也会对中国的整个的开源以后的发展 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经验 我们不一定要遵守 完全的去遵守 除非你是一个阿帕奇的项目 对吧 除非你在阿帕奇内部 阿帕奇member或者阿帕奇officer的这样一个职务在工作 如果我们走出去的那一天起 我们可能会把很多我们在基金会学习到的 在基金会做全球化学习到的这些经验 分享给其他的 甚至刚刚接触开源 或者对开源完全不了解的人 防止他们去 错误的去理解开源里面的一些想法 就像刚才Ted提到的 就是在论文里面提 就是刚才的分享的一个论文里面提到的 就是其实理解这些规则后面的原因 是比这个规则本身更为重要 其实这些规则在阿帕奇也讲 大家没有真正的所谓的规则 绝对正确的规则 而且规则可以进化 对可以进化 可以改变 甚至可以废除 这些只是要根据当时的情况 一些你要为社区 为你的开源项目解决的问题 所以你会提出一些 更多的自己的想法 而我相信这些理解 是我们去推阿帕奇 我们去推阿帕奇文化 在中国最大的一个成功 然后我这边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浮华奇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存在 就是我们很多很多的对阿帕奇为了一些理解 其实是靠跟大家的交流过程中 就是一步一步的去传递的 因为简单说公开透明 这两个字好像挺简单的 但是大家真的在实施的时候 就是各种各样神操作可能都有了 然后另外的话 我觉得这个的确文化冲突还比较大的 因为我们最近其实就是在阿帕奇康 我还有一个议题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插序格局和这个开文化的冲突 这个话我就不详细展开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中国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圈子 就手刃文化 就是我跟你手有具体的有一些连接了之后 可能再进一步来去做协作会更容易一点 但是你要想想在阿帕奇康 大家可能都没有监控面 然后大家怎么能产生一些连接和产生一些协作 这块其实挺有挑战的一块的事情 反正我在竞选拨得的时候 我其实也提到就一个是文化 还有一个其实我们就地域 我们其实是要在这儿 办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我们办这种local community 办大会 其实就给了大家一个交流的机会 让思想能够碰撞 刚刚吴胜其实也说的 阿帕奇康不是一个绝对的 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说 我们大家都到这个实验场里面来体验体验 然后在你真正去做这些项目的时候 你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你去体验 你再反复的去体会那些principle 就是那些原则 那些原则真的可能就两三条 然后只要你们真正把它理解了 然后能够观测下来 然后真正收益 而不是我们是简单的照搬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 开源 然后也相当于是播种子一样的 大概五年十年 那有更多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参与出来 他们可能成长为项目经理 或者是一些key developer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做开源 可能就会越来越容易了 这个自然而然这个阿帕奇的影响 你可能也就越来越大 反正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在圈子里 就老听到这个阿帕奇卫 反正大家对这块的解释 也有越多越多人参与人来去解释这块阿帕奇卫 我觉得这块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其实很多具体的规则 它也是在帮助你更好的去理解它背后的原则 其实我记得去年我们在宣传 那个阿帕奇卫生2021的时候 当时对那个Shining Sphere的潘娟 娟神有一次专访 他还提到说就是最重要的是 你在阿帕奇卫当中找到自己的my own way 对 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泰勒老师有没有什么补充 对 刚刚我还是回答那个 就是讲到中国文化跟阿帕奇文化 它是两样相容 因为在刚刚说到Sheron Bogart 它那篇论文里面 中国文化形容就是团体主义 远远大于美国的个人主义 那在这个团体主义里面 所以刚刚我将您所说到的 可能会个人跟个人相守 这个在中国的这个社区里面更是这样 所以大家会更倾向于在线下去会 办这个线下大会 然后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我觉得这个中国文化反映在 我们现在社区的同国发展其实其来有致 这个群里面的 现在目前是四十几个 四十多位 将近五十位 四十六位了 那全球的阿帕奇中国的 Member 现在大概将是一千位 就997 然后那 Commuter呢 那数量多一些 刚刚将您说到一千多位 那全球 Commuter 数量大概 现在目前是八千两百五十七 那再往上一强呢 就是说在往这个最高层 就是在董事会里面 那我们是连续两年了 以我们这样少的 不到百分之五的正式成员 然后呢 不到这个八分之一的 这个Commuter 然后我们居然连续两年 可以选出这个董事出来 都可以在这个九席董事里面 2021无损 2022是江宁 这是我刚刚说的 在文化这个里面 终于有些精英 他肯站出来 扩大他的影响力 而不是像传统的中国文化这样说 他是服从权威 他不想出头的 那我要特别感谢呢 我们这个江宁跟吴胜 他们勇于站出来 发挥他影响力 塑造这个领导力 来引领社群往前推动 所以这个精英这个部分 我是特别有感触的 中国现在在正式成员人数 叫Committer人数 是相对的少的 但是我们发挥影响力 绝对是杠杠的 绝对是很有战斗力的 第二个呢 在项目社区上面 在社区里面 我刚刚讲 有很多项目社区 就不说了 那在大概201617吧 2017开始呢 我们在这个中国 做了一个 他讲了一半没讲完的 就是什么长毛 Apaq长老会 当时是先与品牌的关系 没有往前推动 但是2018年呢 我们开始 自己组建了一个 Apaq项目 源自中国同学会 就是当时所有的 Apaq项目都放在一个群里面 大家开始交流 挺热闹的 第二个是 Apaq member 正式成员 在2018年 2019年那时候 人还很少的时候 正式成了一个交流群 然后呢 这是当作一个铺垫吧 到了2020年呢 江宁啊 这个 吴胜啊 他发起了这个 AFC北京 然后2021年呢 发起了AFC深圳 所以社区呢 在这样非常密切 互动之下呢 也慢慢带动 大家彼此交流 我们节省补短 教学相长之下 能带动更多的 项目社区的发展 那最后一个 讲到项目啊 我还是说一下 我还是用数字来说话 是刚刚大家一直提到2015年 当时2015年是 只有一个项目 是20 这个Apaq项目 2014 就是的话去2015年 在这个Apaq大会 Apaq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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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q大会之后 毕业 11月毕业 2015年只有一个 到了2022年的今天呢 事实际上是30个项目 翻了30倍 然后呢 里面有18个顶级项目 有12个正在孵化当中 那现在呢 Apaq的这个 孵化器里面 有35个项目 其中有 刚刚讲12个 这差不多占了 三分之一强 现在孵化器 35个项目里 有12个 是来自中国的项目 那 刚刚讲你也提到 2021跟2022 毕业的9个项目 全部来自中国 2022年是4个 去年呢 是5个 所以这两年 9个毕业 从富拉基毕业项目 全部来自中国 这个是非常 令人振奋的 然后呢 再往前推一点 2022到2022呢 总共有19个项目 毕业 那其中是 这个 就毕业成为 顶级项目 那其中 有8个项目 是 来自中国的 2022特别多 5个项目 2021有一个项目 2022是 两个项目 所以刚刚讲 毕业从 这三年呢 毕业为顶级项目的 这个 19个项目里 有一半是来自中国 所以这里 可以看到呢 阿帕奇在中国 这里 两三两年 与这两年的 这个 进步是非常 经验非常可惜的 好 这样的呢 谢谢 好的 刚刚泰勒老师 给我们列举了 很多数据啊 让我们感受到了 这个阿帕奇 在中国的繁荣 那么 其实也 同样会暴露出 一些问题 或者说挑战 那么在几位老师看来 就除了我们刚刚 提到的一些 文化啊 语言啊 等等相关的问题 以外 阿帕奇 或者说开源 在中国的发展 还需要我们一起 做出哪些努力 去克服哪些难关 这个请 谭忠义老师来讲一讲 那个 阿帕奇 为了是 作为一种 开源的一种 协作方式 它那个 它上面呢 是对立 对立一些 是阿帕奇 基金会的一些 常见的一些 routine 工作的模式 比如说用 mail list 用 用 开放式 共通的这种方式 底层呢 是一些 核心的价值观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看怎么去用 我觉得 目前来看 阿帕奇 为的方式 是可以在两个方面 是可以展开来用的 第一个是在 企业内部 我们可以在 企业内部 来通过这种 叫看源协作的方式 来减少 筹复造轮子 然后来加速 创新 这个是目前 我们推的一个工作 叫 Innersource 目前和江林 也一起在 在很多大企业里 也都在推 目前 已经有华为 腾讯 百度 阿里 蚂蚁 然后招航 还有 威众 大家其实都在实践中 这个过程中 大家会发觉 确实 这种代表一种 更新的协作模式 然后非常非常 是有利于 公司转型成为一个 更具现代型的企业的 这个是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但过程中 也碰到很多 很多困难 对 然后我跟江林 经常也在干探 就说 在看源里面 就说内部看源 是最难搞的 就在于 他要对的是 很多年的 这种文化 所形成的这种 等级文化 形成这种 叫做 owner意识 而要和这种开放的 层级比较低的 层级比较平等的 这种协作 是不一致的 所以说 这是需要 做出很多客服的 对 我觉得主要还是 在man's life 会很不一样 就是你开这样的玩法 和你企业传统的这种开发方式 差别太大了 第二个就是 目前我也在把 APCV的方式 运作在国内的 开源组织里面 大家都知道 去年 应该是两年前 然后国内成立 第一个开源基金会组织 叫开放原子基金会 我在里面 也是参与到很多 核心章程的讨论的 其中关键的孵化讨论 还有一个治理原则 我们是 非常多的参考了 APCV基金会的原则 尤其是 孵化委员会的 治理原则 实现两年多 怎么说吧 还是很困难 很困难 就在于 还是懂这套人 不太多 然后 man's life的冲突 更严重 更严重 所以说 我们还需要 还需要更多的人 习惯理解这件事情 刚才那个 Ted说我们 APACING SUCCESS 我觉得 按那个软件 这个叫 采纳曲线来说 最早是叫创新区 对吧 第二叫早期 采纳区 对吧 第三个叫 早期大众区 对吧 早期采纳和早期 那个大众 有一个鸿沟 要迈过去 我不觉得 我们现在 已经迈过去了 对 所以这个革命 尚未成功 还要继续 对对对 而要迈过去 就在于说 我们要成 要让这种 看远协作方式 要成为主流 那么就说 基本上 有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的工程师 要习惯这种 这种沟通方式的 和协作方式 这个 要迈过这个鸿沟 唯一的办法就是 大家一起 抱团 卖过去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的 路还很长 对 我觉得 其实现在有一个 可以很明显的 去补充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其实卖过这个鸿沟 其实典型的 我们也许 就是其实看到的是说 有非常多的 中国工程师主导的项目 开始越来越多的 变成中国 IT工程化 整体的实施标准 是的 因为只有当它变成 实施标准的时候 你不得不去接受 所有的这些人 去制定的这些基础 技术型软件的操作方式 完全摒弃掉以前这种 可能以简单的采购 或者去买第三方的这种 商业软件的这种模式 即使是你买 可能也是基于某种 开源软件 方面的商业化实现 那么可能这样多的人 越来越多 才会达到下一个阶段 所谓的大家被迫 其实绝大部分的工程师 可能最后是被迫 因为你要他去非常热爱 或者叫习惯 对习惯了 他变成一种参与 这个是必备的一种技能 对 就感觉是说 不需要他主动去想 就说都这么做了 对 他要变成他deport的一个事件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就是我们办的那种 开源之下 其实让这些年轻一代 然后能比较早的接受 在很早的时候 他就是习惯于这样的模式的 因为如果你觉得 习惯这块的话 你自然而然就会把这个 搬到你的这个工作 场所里面 其实我觉得要做这点的话 其实就是要把这个下一代 或者是这个年轻一代的 这种工程师 然后让他能参与到 开源项目里面 让他收到这些 开源项目的熏陶 然后去认同这个文化 这比我们去改造了 老学就要好很多 在很多大企业内部开源的时间的过程中发觉了 比较活跃的 是加入公司 时间相当于降低了 零年到五年之间的 知道吧 五年之后了 大家都一直播 都能动 其实这点我其实也挺有共鸣的 就是我们就是 其实在前段时间 我们去做那个预热直播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有一期是说 这个不对外开源 就是也可以去运用APPA气味 但其实那个 就拿我们自己公司举例 其实我今年在那个APPA气抗 Azure 2022的那个 Culture文化的论坛上 其实我会有一个分享 就是我们自己 比如说像Sagman 4的Sifo 它并不是一个开源社区 它其实是一个内容型的 这种开发者社区 但其实我们的整体的治理模式 也是参考了很多APPA气味 以及开源当中的很多精神 它对于我们这个社区的 这个高速的成长 包括我们这个 怎么样让这个开发者 在社区里面更好的协作 其实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 参考意义的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就当这个文化 被更加普及的时候 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其实都可以被这种文化去影响 对 我补充一个 那个 讲到就是说 Sifo讲这个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 所有的企业的这些考虑员 文化的这些挑战 我特别想说 就是其实在国内 是一个一把手工程 尤其国内的文化 就是不同权威 团体主义 那所以呢 这个像我2019年去参加 在拉斯维加斯参加 ApacheCon的时候呢 当时Google的这个 他们 Open Source Open Source Boken Office人就出来讲 Google的工程师 进去第一个礼拜呢 做这个 入职辅导 入职的这个培训呢 就是学Apache委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从事在Apache 我不知道是在Google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讲 但他当时在公开场合 是这么讲的 我觉得国内的这个 领导们都在思考一下 第二个呢 前两天在一个 原作会上面呢 那个Linux 基金会亚太区的 Kipson呢 他反复在讲他 他说他觉得 最重要的工作 是要开始 国内开源要推动 开始对 领导情绪呢 是百分之百战争的 所以这个 国内的通道具困难了 很多有智障自己 而下的工程呢 也是跟 以下的上工 是一样的重要 是吧 好 我们今天的讨论当中 这个谈到了很多数据啊 然后现在再去分享一个数据 就这两年 这个Github上面的 这个中国开发者的数量 在逐年的上升 在去年达到了全球第二 然后Github更是做出了一个 非常大胆的预测 说中国将在十年内 成为最大的开发者来源 大家怎么看这组数据 和这个预测 谭忠义老师先开始 我觉得可以再大胆 大胆一点 不需要十年 就是这么说 曾经在支付上有个预测 说很多年前有人预测 十年后 中共的GDP会超过日本 大家都觉得他吃人说梦 结果没花五年 就已经超过了 我觉得这个数字呢 就是说那个 国内以目前的工程师 文化水平和工程师红利来看 不需要十年 真的不需要十年 而且国内还有这么多 爱好开源的工程师 在主动去散播 传播 不说散播 传播这种开源文化 而且还有很多这种 IT企业在做这种 主动的从上到下的措施来推进 我相信不需要十年 对我觉得这个数据可能 也许不管它多少年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结果应该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很确定的答案 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在我们在 GitHub上可能看到很多类的这种项目 就是项目的多元化 是我觉得反正我觉得挺好玩的一件事情 有越来越多的纯粹的个人开发者 他不追求任何的这种开源指标 也许Star贡献者甚至采用度 对于他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太实际的价值 他完全是处于一个分享精神 他就是想把我自己写的东西 我把我自己好玩的东西去分享给大家 也就很多 比如说我们去看有一些 就前段时间Nike的跑步的应用结束了中国区的服务 但是我发现是在GitHub中文版的整个板块里面 有非常大的趋势是什么 在一群工程师在研究怎么用自动化的方式 把跑步的数据同步出来 同步到另外一款应用上 或者另外其他的应用上面 然后当年前段时间Kindle也做了这个事情 在把Kindle结束了这个 那大家说那我怎么把Kindle上面的这些图书能够下载到本地起来 让我以后还能够去读 我发现大家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去做这个协作 而不在乎于说这个项目一定要怎么样 或者项目一定要有用处 因为这些人他作为一个特定团体 这些人他形成一种协作 可能对于中国技术人员的这种真正的技术人员 对技术人员之间的链接不再 纠结于中国的这个公司的组织架构上面的这种硬性的这种指令的时候 我觉得他其实对于我们的推动作用 可能不管我们有多少人在GitHub上面 最终不管是GitHub的平台 也许中国有什么平台 也许国外有什么其他的平台 以后会代替GitHub 那么这种文化的形成这种合作的形成 我相信其实是推进工程师 我们能够创造出更多有创新性的产品 更有意思有趣的产品 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所有的工程师都喜欢看到的东西 对就重复造人子一定大家都觉得没意思 去简单的拼一拼性能 大家也一定觉得是特别没意思的一件事情 只有有趣的事情其实是也许在这个工程师相对比较 教条的这个文化里面 大家最喜欢去追求的一种东西 其实这个就是那个Just for fun 就是很多以前的黑客 他为什么要把他的这些代码放出来 其实也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去 而且黑客就是一直信奉着 就是别人认同他是黑客 他才是真正的黑客 就是有这种协同的这种现象产生了之后 我们可能才真正有这样的这种土料 然后让更好的项目 然后产生出来 而不是说行政命令来几个项目 这种我觉得很难有真正的创新 还是程序员或者是我们的工程师发自内心的 然后去解决用这种方式来去解决实际问题 自然而然的这种环境就产生了 然后自然而然的可能也都能单身更好的项目出来 我觉得GitHub过去两年比较流行的 最应该是两两年前流行的 排名第一的项目是杭州买房对吧 然后那年疫情是武汉对吧 还要还要破圈把这开源协助还要破圈 就让更多的只要是知识工作者 都可以用GitHub或者Giti或者其他的这种开源的工具来进行协作 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大家一起卖过混沟了 是的就是从这种开源开发者到开发者 然后再到更大的全球一层一层的破圈 它其实是一个这个今年这个私否去迭代了自己的那个使命啊 就是我们之前叫帮助开发者获得成功 但我们后来去想说就是开发者不需要你去帮助他 你也帮助不了他 对所以我们今年迭代了之后叫做这个凝聚集体智慧 对其实这个其实讲的就是一种开放式协作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通过一个平台然后就跟着人参与出来 对是的 你帮助他成功的话 很难搞 真的不要录了 每人只能自己帮助自己成功 别人没有办法帮助别人成功 那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最后一个话题啊 这个未来开源在中国的发展 大家觉得还有哪些机遇和挑战 那我们太太先来 好 那个我想起点就是说 刚刚也提到其实开源不只是在软件里 在方方面面嘛 在硬件啊 在这个很多方面 我觉得都是未来我们碰到的 要解决问题的一个很好的程庆 那么尤其呢 现在是在不管是后疫情时代啊 在地人政治啊 在科技的这个竞争和卡关上面啊 或者是全球供应链的地区化这种趋势之下呢 我觉得中国呢要这个不管在软件 硬件还是在其他领域里面 要多去拥抱开源 多去拥抱这个开放 那这样子呢 才会迎来更多的机会 当我们用开源的方式 融入了这个方方面面的 技术的领域之后 那你你中有我 我你中有你呢 就不会有这个 就很难说在被地缘政治 或是科技的这些卡关呢 或是供应链的地区化里面 然后我们这个会 这个控制的挑战会更容易一些 那也会影响更多的机会 那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是将来 就是要怎么样迎来更多的机遇 那之前呢 在那个 人类基金会 他有一本 今年刚刚出版的 由LFAI 人类基金会 AI基金会 那个Dr. Abraham Haddad 他写的一个ebook 叫企业开源的是蓝 我参与了翻译 那里面提到 企业开源 它有四个阶段 从消费者到参与者 到贡献者 到这个引领者 那我想这个中国开源 正在方方面面 消费者方面 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 开源技术消费者之一 尤其是APA级管件 跟项目 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 参与的部分 我们也 在这几年 在这个2015到现在 7年 已经爆发式增长 很多的参与 那贡献层面呢 我们这个贡献者 越来越 这个 参与一个越来越多年 也是 爆发性成长 在引领者方面 在各个基金会 各个开源组织 像因为基金会 有APA级基金会 我们也能够突破 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挑战 能够变成 就是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变成真正的 在国际的顶级的基金会里面 也能够做引领者 我觉得这个机遇区块是非常好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突破这些文化的限制的话 文化的语言限制 那就反馈而变成挑战 而会被地缘政治 被科技卡关 被区域店的工具 在这里 然后再讲 谢谢 我来补充一下 就是开源 刚才我们说的是开放式协作 开放协作的不仅就是在软件里面 在知识产品里面 在文化端 我们还可以再扩大一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实就是一个最伟大的开放式协作 这个过程中 我们运动的挑战和机遇 都是相当相当大的 我觉得那个机遇 大家我就不说了 挑战就在于 怎么去binance 怎么去做平衡 中国人最讲究中庸之道 不偏不倚来为中庸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理解 和别人合作能够长期的进行下去 能够基于长期利益的一致 能很好的进行下去 短期我们该做哪些 长期我们该做哪些事情 这个不管是在一段一路上面 还是我们说回来 就是说国内的开源建设上面 也面临很大问题 就在于国内的开源建设 不仅是有产学研 还有政府 政府在里面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且会把开源呢 带有非常非常多的功利性的目的 也不能说他们不对 但是我们就需要在很多的时候 采用更有技巧的沟通 还要更多的洗脑 然后还要采用更多比较中庸的措施 来让这个过程尽可能的顺利 这个我觉得都是基于和挑战 我讲的是越来越大 不过开源这个词已经很热了 就是现在国家也写到这个 十四五这个规划里面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开源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机会 就是我们可能要在更多场合去说 我们理解的开源是什么样的 然后去帮助大家正确的去理解开源 那让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开源 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会少走一些弯路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 不管是科技的发展 还是其他技术发展 都能又极端端的得到提升 好的好的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 已经基本上已经这个接近尾声了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 关注我们今天 现在这个阿帕奇在中国的成功故事 这个远处讨论 那么在稍后呢 这个阿帕奇卡A任 还有更多的这个精彩内容 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和支持 那么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